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韩媛媛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第五单元的自读课文,法布尔的禅。 阅读文章时,清楚阅读要点会使阅读更高效, 所以每篇自读文章后的阅读提示都很重要。 请同学们圈点批划阅读提示,提炼本文的阅读要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本文有情节有描写,读起来更像小故事,是带文学性的说明文。 第一句向我们介绍了文章的特点。 我们读这篇文章时,除了要感受其中的趣味, 更要关注作者是如何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客观记录缠的习性与成长规律的。 要学习其说明事物的独特方法,体会文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本文的阅读要点。 第一,感受文章的趣味。 第二,书里缠的习性和成长规律。 第三,学习本文说明事物的独特方法, 即细致观察基础上的客观记录,并体会科学精神。 本课的任务单就是根据以上阅读要点设计的。 任务一,借助小标题把握缠的习性。 任务二,探寻观察研究法,感受科学精神。 任务三,圈点旁批,感受文章趣味。 我们先来看任务一,借助小标题把握缠的习性。 本文的小标题是编者后加的,你认为是否合适? 请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分别梳理缠的地穴和缠的卵两部分内容。 看看它们分别说明了缠的哪些习性和成长规律。 然后,根据思维导图分析各部分具体内容与小标题的关系。 这是一位同学书里的思维导图。 禅的地穴这部分,除了一二段交代研究禅的环境, 主要介绍了禅的两种习性。 三到七段巧筑地穴,八到十一段金蝉脱鞘, 即蝉褪皮的过程。 蝉的卵这一部分则从三个方面介绍蝉。 十二到十三段蝉卵,十八到二十段孵化, 二十一到二十五段蝉入地穴。 这五个部分形成一个环,正表现蝉的一生, 展现生命的轮回。 梳理结构后,再来看任务一的问题。 本文的小标题是编者后加的, 你认为是否合适呢? 同学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关键聚焦在八到十一段。 有的同学说不合适。 八到十一段说明蝉的幼虫在离开地穴后的褪皮过程, 与地穴的关系不大, 可以单独设立一个小标题,蝉的褪皮。 在《昆虫记》原著中, 这一部分本来也是自成一篇, 原题为蝉的语画。 那有的同学说合适。 因为八到十一段说明的是蝉离地穴后的生活, 为前文的地穴中的生活做了有力的补充。 这个任务的目的是提醒同学们关注文章各段和小标题的关系。 在编选这篇文章时, 编者是围绕小标题按照蝉生长的顺序安排结构的, 分别呈现小住地穴,离开地穴, 蝉的蝉卵,蝉卵的孵化, 蝉卵孵化后的再入地穴。 通过借助小标题,梳理文章结构, 我们了解了蝉的一生。 看过了法布尔描绘的蝉的一生, 你是否有疑问? 这些难道都是法布尔自己观察的结果吗? 有没有借鉴其他昆虫学家的研究成果呢? 让我们进入任务二, 探寻观察研究法, 感受科学精神。 首先,一起来看法布尔研究时代的概况。 他在《昆虫记卷二》《荒石园》中谈到了开辟荒石园的初衷。 法布尔生于1823年, 足于1915年。 这篇《荒石园》是他1880年时, 十年56岁时创作的。 19世纪中期, 对生物的研究热潮在海洋。 法布尔是这样说的, 人们花费大量资金, 在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边建起许许多多的实验室, 以便解剖对我们来说并无多大意义的海洋中的小动物。 为什么它们偏偏就对陆地上的小昆虫瞧不上眼, 不屑一顾? 这些小昆虫可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它们向普通生理学提供着难能可贵的资料。 可是就目前来说, 我只是孤军一人在奋战。 可以说, 法布尔所做的昆虫研究是前无古人的。 昆虫记十卷本, 洋洋三百万言, 都是它亲身实验的客观记录, 基本没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可以引用。 有了这个认识之后, 请同学们回读文章, 借助旁批找一找作者是怎样观察和研究禅的呢? 同学们是否找到了相关的段落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五段说, 能够很随便地在学道内爬上爬下, 这是很重要的。 他必须先知道外面的天气是怎样的, 才能决定可以出来晒太阳的日子到了没有。 所以他工作好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做成一圈涂漫的很坚固的墙壁, 以求适于上下爬行。 隧道的顶上留一层一纸厚的土, 用来抵御外面的恶劣气候, 直到最后一刹那。 只要有一些好天气的气息, 他就爬上来, 利用顶上的薄盖考察气候的情况。 第五段交代地学内壁坚固的必要性, 适于蝉爬上爬下, 考察天气。 旁批说, 要写着短短几行文字, 可能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观察。 这就是科学工作, 艰辛却不乏乐趣。 由此可见, 科学观察需要的时间之长。 同样需要长时间观察的, 还有第九段中的内容。 这个刚得到自由的蝉, 短期内还不十分强壮, 在他的柔弱的身体, 还没有精力和漂亮的颜色以前, 必须好好的沐浴阳光和空气。 只用前爪挂在已脱下的壳上, 摇摆在微风中, 依然很脆弱, 依然是绿色的。 直到变成棕色, 才同平常的蝉一样强壮了。 假定他在早晨九点钟占据了树枝, 大概要到十二点半才扔下他的皮飞去。 空壳挂在树枝上, 有时可达一两个月之久。 第九段写作者观察禅的语画的过程。 从画线部分可以看出, 法布尔为此投入了相当长时间的细致的观察。 除了长时间的观察, 法布尔在研究过程中还善于用对比的方法。 这小圆孔约一英寸口径, 周围一点土都没有。 大多数掘地昆虫, 例如金枪, 棵外总有一座土堆。 这种区别是由于它们工作方法的不同。 金枪的工作是由洞口开始, 所以把掘出来的废料堆积在地面。 蝉的幼虫是从地下上来的, 最后的工作才是开辟大门。 因为门还未开, 所以不可能在门口堆积泥土。 第三段通过与金枪等其他掘地昆虫的地穴的对比, 说明了蝉的地穴洞口无土的特点。 并且从蝉和其他掘地昆虫工作方法不同的角度, 找到了洞口无土的原因。 就是蝉的幼虫是从地下上来的, 最后的工作才是开辟大门口, 因为门口还未开, 所以不可能在门口堆积泥土。 旁批提示, 作者是怎么知道这种不同的呢? 我们可以猜想, 法布尔定然对各种掘地昆虫都进行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 对各种昆虫的掘地方式都十分熟悉。 第十四段, 这是一个很好的昆虫家族, 它之所以产着许多卵, 是为了防御某种特别的危险, 必须有大量的卵, 遭到毁坏的时候才可能有幸存者。 我经过多次的观察才知道这种危险是什么。 危险来自一种极小的锐, 蝉和它比起来, 简直成为庞大的怪物。 这一段中, 为探究蝉为何蝉卵如此多? 作者做了假设, 就是防御某种特别的危险。 为了弄清楚危险究竟是什么, 法布尔进行了多次的观察。 可以看出, 法布尔在研究过程中的 小心假设, 多次观察求证。 第十八段, 我从放大镜里见过蝉卵的孵化。 第二十四段, 最后它找到适当的地点, 用前足的钩, 巴掘地面。 我从放大镜里见它挥动锄头, 将泥土掘出, 抛在地面。 几分钟以后, 一个土穴就挖成了。 这小生物钻下去, 隐藏了自己, 死后就不再出现了。 这两段中都提到了 从放大镜里观察。 可以想象荒石园中 俯卧在杂草丛中的法布尔, 是多么认真的借助仪器辅助观察。 第二十五段中, 法布尔写, 未长成的蝉的地下生活, 至今还是个秘密。 由此可见, 法布尔对于没有观察到的事实, 实事求是。 客观的陈述事实。 让我们来小结一下, 法布尔是怎样观察和研究禅的呢? 观察过程中, 法布尔常常是长时间的观察, 同时广泛观察各种昆虫, 并对各种昆虫的特点十分熟悉。 在必要的时候, 法布尔还要借助仪器来辅助观察。 研究时, 法布尔小心假设, 并多次观察求证。 对未观察到的内容, 法布尔则客观陈述, 绝不杜撰。 请大家深入思考, 从这些观察法和研究法中, 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法布尔呢? 为了弄清楚, 为什么蝉的地穴洞口无土, 他勇于质疑, 大胆探究。 观察蝉的语化过程中, 他不畏艰难进行了长达数小时, 甚至数月数年的跟踪。 面对无法确定的蝉的地下生活, 他求真务实, 选择如实记录。 这些就是法布尔身上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 正如阅读提示里所说, 作者是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 客观记录蝉的习性与成长规律的。 然而客观不代表无趣, 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 法布尔有趣味的文笔。 让我们进入任务三, 圈点旁批, 感受文章趣味。 请找出你觉得有趣味的原文段落, 从内容和写法角度进行旁批。 同学们可以参考文章旁批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旁批。 先来看看原文的旁批吧。 可怜做母亲的对此一无所知, 她的大而锐利的眼睛并不是看不见这些可怕的敌人不怀好意地待在旁边。 然而她仍然无动于衷, 让自己牺牲。 她要压碎这些坏种子非常容易, 不过她竟不能改变她的本能来拯救她的家族。 十七段写, 禅面对锐破坏自己的卵竟然无动于衷。 原文的旁批是, 禅只是顺着本能生存, 作者对这小小的生命满怀悲悯。 同样饱含情感的段落还有, 四年黑暗中的苦工, 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 这就是禅的生活。 我们不应当讨厌她那喧嚣的歌声, 因为她绝土四年, 现在才能够穿起漂亮的衣服, 长起可与飞鸟匹迪的翅膀, 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 什么样的博声能响亮到足以歌颂她那得来不易的刹那欢愉呢? 作者平等地看待禅的生命, 为禅来之不易的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而欣喜, 饱含情感。 以上两段文字是从内容和作者情感角度进行旁批的, 我们也可以从写法角度对有趣的段落进行旁批, 比如第六段, 假使她估量到外面有雨或风暴, 鲜弱的幼虫脱皮的时候, 这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 她就小心谨慎地溜到温暖严谨的隧到底下。 如果气候看起来很温暖, 她就用爪击碎天花板爬到地面上来。 这一段是对缠出地动前观察天气情况的描摹。 咕亮小心谨慎地溜将蝉拟人化, 生动展现了蝉的小心谨慎。 天花板也就是隧道上方的土, 运用了比喻的修辞, 形象地描摹出洞口土的作用。 鸡碎则写出蝉爪坚硬有力, 用词十分准确。 第十段,她表演一种奇怪的体操, 在空中腾跃翻转, 是头部倒旋。 褶皱的翼向外伸直, 竭力张开, 然后用一种几乎看不清的动作, 尽力翻上来, 并用前爪勾住她的空皮。 这一段写蝉脱皮最后阶段的奇怪动作。 表演体操将缠拟人化, 腾跃翻转倒旋伸直等一连串的动词, 写出缠艰难脱壳的过程, 用词准确生动。 小结一下, 这篇文章之所以有趣, 源于它生动的拟人和比喻, 丰富的动词和形容词, 以及饱含情感的议论抒情。 这就是法布尔的文艺笔调。 所谓文艺笔调, 就是不像一般的说明文那样平实, 而是在说明中有叙述, 有描写。 很多地方就像是在讲故事, 有连贯的情节, 妙趣横生。 禅这篇文章只为我们呈现了 法布尔这位语言大师 文艺笔调的部分特点, 让我们再来看看 昆虫记中的几个片段。 在《大孔雀蝶》一文中, 法布尔用800字左右的篇幅 记录了偶然发现 《大孔雀蝶》求偶方式的经历。 这是节选的文字。 我隔壁房间乱糟糟的一阵响动, 小鲍尔大声喊叫, 快来看这些蝴蝶呀, 像鸟儿一样大, 房间里都飞满了。 我们手里拿着一只蜡烛 冲进了房间, 我们第一眼所见 简直是终生难忘。 一群大蝴蝶轻拍着翅膀 围着钟形照飞舞, 它们扑向蜡烛, 翅膀一扇,蜡烛灭了。 这屋子简直成了一个 巫师招魂的蜜哭, 成群的蝙蝠在飞舞。 为了壮胆, 小鲍尔紧钻住我的手, 比平时用力得多。 怎么样, 像不像在读一篇冒险小说? 情节跌宕起伏, 牵动人心。 昆虫记文艺比调的 另一个突出特点是, 用人的道德视角 去观察昆虫。 巴金先生把这个特点叫做 以人性观察虫性。 比如在《绿锅国》一文中 这样写道, 刚扔进笼子里一片梨, 一只飞黄便立即霸占上了。 因为怕别人来争抢, 他就踢腿, 蹬脚, 不让别人来抢他的美食。 自私自利, 无处不在。 他吃饱了, 就把位子让给别人。 后者随即也霸道着, 站着梨片。 笼中的时刻, 就这么一个一个地 飞上去, 站上一番。 这一段既是对绿锅国行为 拟人化的有趣评价, 也是对人类行为的反思。 充满哲理的思考, 是法布尔昆虫记的另一个特点。 他在圣甲虫义文中这样说道, 大自然中类似的两个极端, 比比皆是。 对于大自然来说, 我们的丑和美, 我们的龌龊与干净算什么? 大自然以污秽创造出鲜花, 用一点点粪肥, 它就能给我们创造出优质的卖力。 大自然中的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就这样被法布尔一语道破。 让我们小结法布尔文艺比调的特点, 生动的拟人和比喻, 丰富的动词和形容词, 包含情感的议论抒情, 连贯的情节, 以人性观虫性, 充满哲理的思考。 读昆虫记原著, 你会对法布尔的文艺比调 有更深切的感受。 法国学术界和文学界 曾推荐法布尔成为 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可惜没有等到评委会下决心 授予法布尔诺贝尔奖, 这位歌颂昆虫的大诗人 已于1915年与世唱词。 是什么成就了法布尔生动的文笔呢? 罗大纲在昆虫世界的 维吉尔一文中这样评价, 昆虫记得文风优美, 并不在于修辞卓具, 而表现在作者的人品。 他怀着对渺小生命的尊重与热爱 去描写甚至歌颂 微不足道的昆虫, 这就是昆虫记 充满人情味的原因。 因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 他选择求真务实, 勇于质疑,大胆探究, 不畏艰难地客观观察, 而非人云亦云。 因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 他能用生动而又饱含情感的语言, 呈现出有生命力的昆虫。 因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 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昆虫, 用55年写就了十卷本昆虫记, 成就了昆虫的史诗。 让我们继续阅读昆虫记, 深入体会法布尔的科学精神, 文艺笔调, 感受法布尔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吧。 课后作业, 请从以下两个任务中, 任选一个完成。 任务一, 对比课文和昆虫记缠出地穴, 关注选文时删减了哪些文字。 你认为这样的删减是否合适? 为什么? 任务二, 读昆虫记, 任选一篇文章做批注, 感受法布尔的科学精神和文艺笔调。 这节课,